辽宁省闪耀市的慈恩寺相传最早见于唐代 在后金天聪年间重修至今 已有四百多年历史 因清朝文字于第一人师僧汉可奉旨焚修而著称 不过 显为人知的是 慈恩寺还藏有明清明国等各时期的经典 其中擅板等级的古籍藏品一万余本 近日 记者就走进这座百年古寺的藏经阁 一睹这些历经风雨传承至今的经典 在慈恩寺所藏古籍中 最为珍贵的无疑是两部木板印刷的三藏经典 分别是明北藏和青龙藏版本 明代大藏经有三个官客本 其中两部分别为红武南藏和永乐南藏 还有一部为公元1421年在北京开工雕造的永乐北藏 被后世称为明北藏 慈恩寺所藏大藏经既为该版本 据专家介绍 明版大藏经在全球仅存18部 具体到永乐北藏存饰量更少 目前已知的永乐北藏共有四部 沈阳慈恩寺收藏的这部共6676卷 是四部中最为完整的 而慈恩寺所藏另一部较为完整的珍贵古籍为青龙藏 青榜汉文大藏经仅有一个版本 全藏7240卷 因是清代雍正与乾隆两位皇帝接力完成的 是称龙藏 据考证 龙藏存饰量已经不足30部 沈阳慈恩寺所藏计为其一 现存7054卷 弥足珍贵 据寺院方介绍 这两部古籍以及四中所藏其他古籍 除了本身价值十分珍贵外 其流传的过程也非常波折 在918事变之后 日军占领期间 原本收藏古籍的寺院转而衰败 为了保护这些经典 许多高僧名士纷纷做出巨大努力 我们城市现存的古籍数量是上本1.5万册左右 其他普本3000余总 总量2万余册 其中明朝的永乐白杖 清朝的龙藏保存最为完好 在民国时期 中华佛教总会奉天分会 设在万寿寺 因为918事变后 沈阳 受兵阔袭扰 万寿寺遭到严重破坏 两部藏经也几经飘摇 解放后 万寿寺古籍并如慈恩寺 据专家介绍 慈恩寺所藏古籍虽多为佛教经典 但由于是官方制书 皇帝遇刺 所以制书材质 印刷字体 包括样式等均可反映成熟时代的 经济文化等多重背景 此外通过许多典籍 还可研究已经失传的文字典故 因此这些古籍的价值极高 据寺庙方负责人介绍 未来将会重修藏经阁 以保证这些古籍能够一直流传下去 我们先把这两部藏经 引寝到辽宁图书馆先寄存 我们把这里面藏经流 照着我们古籍的要求 把这个屋里面的温度 就是温度的时间 就是把它装修一下过后 这个树才能保存得更完美一些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